昨日,2023年马来西亚大师赛结束首轮争夺 郭宇豪取九胜三负,占据九个十六强席位 南单小江温红阳,爆出大冷门 打满三局逆转世界冠军陶田贤斗,豪取开门红 女单全线飘红,拿到三连胜 南双独苗何继停 周浩东接下来将对阵克星 或遭遇三连败 温红阳上赛季,一军突起 联夺韩国公开赛和印尼挑战赛南单冠军 最新世界排名第34位 本届赛事首轮与陶田贤斗,强路相逢 日本天王巅峰时期,两夺市井赛冠军 但近期竞技状态下滑严重 温红阳首局13比21落败,不放弃 四局17比20,落后反打6比1 连就三赛点,颁平比分 决胜局成胜追击,21比16,结束战斗 2比1逆转世界冠军,令人意想不到 另外两场南单,李时锋直落两局 横扫李卓耀 打赢中国得比,陆光组0比2 输给大马一哥李子佳 其中,第二局领先7分被翻盘 国语女单拿到三连胜 二号种子王芷怡,四号种子韩月 张义曼均以2比0击败各自对手 集体晋级 双打方面,国语混双,两战全胜 凤凰组合冯彦哲,黄东平打满三局 决胜局21比9,打停对手 蒋镇帮,魏亚新轰出两个21比14 战胜中国台北组合,李哲辉 徐亚琴,全程高能,没有给对手任何机会 女双和男双都是一胜一负 李温妹,刘弦炫首局21比18 四局21比8,轻取中国台北选手张敬慧 杨景敦 谭宁,刘胜输经过三局苦战 1比2输给韩国组合郑那盈 金慧珍 男双人相遇 弹枪0比2不敌大马组合 王耀兴,张玉宇,何继婷 周浩东首局7比2领先 收到奥运冠军李扬 王启林的退赛里躺进16强 接下来将战印尼组合卡尔南多,马丁 此前何继婷 周浩东两次输给对手 此次再战克星恐怕凶多吉少 或遭遇三连败